这是一个神奇的聚宝盆 不管把什么东西放进去 它都能无限复制 就在几天前 一个老农在跑土时 意外发现了它 见铜盆破烂不堪 老农以为就是个洗脚盆 于是仔细清洗了一下 就用它来盛放牛奶了 可就在老农继续跑土时 怪事发生了 只见铜盆内的牛奶 正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流 老农被这一幕惊呆了 明明只挤了一公升的奶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于是老农把牛奶倒入了缸里 可知道水缸全部装满 铜盆里的奶依旧没少 老农喜出望外 这下真的捡到宝了 有了这个神仙聚宝盆后 老农鸟枪换炮 一跃成为了全村首富 但没过多久 便有两个毛贼盯上了它 趁着月黑风高 俩人悄悄潜入了豪宅 偷走了聚宝盆 但在逃跑中 剩下惊动了家丁 家丁一棍子捅来 毛贼手一滑 聚宝盆掉进了河里 不知去向 几天后 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脚鸭时 意外发现了聚宝盆 她用盆子拿来装米糕 可不管拿出来多少 米糕根本不会变少 老太太尝试放了张钞票 盆里瞬间装满了更多钞票 简直就是个免费的提款机 老太太激动坏了 她赶紧把盆子埋在牛棚下 随后来到银行村前 可没想到却被抓了起来 原来聚宝盆只能复制粘贴 老太手里的钞票编号一模一样 她被当成造假钞的人 直接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件事被两个女骗子听到 她在园丁说道 那头牛极其的凶残 曾经更是徒手滑破了98人的肚子 现在她脸来了 顺便可以凑个褶 眼看未来就在牛的脚下 女骗子一咬牙 拿着工具就要冲上去 可偏偏这时农场主回来了 俩人仔细一看 这样完蛋 原来就在昨天农场主刚刚被他们骗过 男孩踩到香蕉皮 意外翻车 这下悲剧了 淡碎了一地 黑心老板肯定要扣的工资 看着男孩痛哭流涕 围观的女人主动伸出援手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解囊相助 然而等男孩走进小巷 他立马又把钱给了刚才的女人 原来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 为首的小美专门靠这种方式谋生 但其他人也不是傻子 他们靠捐钱获得了流量跟点赞 然而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 小美在一次行骗中 被当场抓获 然而到了监狱 他却因祸得福 同为育儿的老太太告诉他 自家的牛棚底下埋着一个聚宝盆 他可以复制世间万物 小美出狱后立马来到了老太所说的农场 可谁也没有想到 农场主竟然是他们骗过的冤大头 就在昨天小美不仅骗走了农场主的车 还扒光了他的衣服 害得农场主颜面尽失 如今仇人相见 岂能轻饶啊 农场主一声令下 小美立马被人包围起来 本以为会出事 可没想到小美犹如开挂一般 一个起跳踹飞了几人 接着钻进驾驶室 又偷走了农场主一辆车 为了找到聚宝盆 小美心生一计 他拉拢一个流浪汉入伙 让他去农场应聘及耐功 当天夜里行动开始 流浪汉绝地三指 终于找到了聚宝盆 可这时一条毒蛇钻进了盆里 流浪汉用力一甩 上百条毒蛇撒了出来 尖叫声惊醒了农场主 一时间火光四射 小美只能套跑 这样聚宝盆没有拿到 反而成功引起了农场主的注意 这群人正在研究一个破铜盆 突然一辆汽车破墙而入 他们的目标就是夺走铜盆 农场主也就搞不懂了 为了一个破铜盆治愈嘛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农场主彻底杀眼 手枪被卧底打进盆里 小美一把抢走 农场主让大家不要紧张 那把枪只有两发子弹 众人刚松了口气 可下一秒 小美又掏出了一把枪 虽然子弹是只有两颗 但手枪却是无限的呀 眼看这么神奇的宝物被人抢走 农场主立马派人去追 可这个节骨眼上 同伴却犯了一个大错 他把聚宝盆翻了过来 一旦翻过来 魔法就会失效 更糟糕的是 汽车还陷入了泥潭 小美众人被团团包围 但他丝毫不慌 捡起一根木棍瞬间开挂 手起棍落直接干翻一人 左右开弓 打得敌人落花溜水 没几个回合 就把众人全部放倒 小美拿着聚宝盆赶紧开溜 可更多的追兵赶到 小美只能选择跳河自救 自带光华的他 不仅保住了性命 还奇迹般的守住了聚宝盆 那有了这个宝贝 小美并没有迷失自己 他决定帮助所有穷人 给学生送笔记本电脑 给夫妻送结婚项链 给农民送种子 在聚宝盆的帮助下 越来越多的穷人得到了帮助 很快整个国家的GDP 就超过了老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